大家平安 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 今天我换了一个的场景 我不在自己的书房 在办公室里面来录制这个的视频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觉得不习惯 这一段时间是这一个召开会议的高峰期 牧区议会的会议高峰期 很多的时间都留在办公室 来处理各样的事情 开会等等 所以今天趁着有一个空档的时间 就在办公室把这个视频给完成 我们今天来到《月博记》第23章 在昨天的经文 我们看见是开始了第三回合的辩论 先由以立法开始说话 以立法说了一段的话 提到这一个月博 他不要渴望上帝去回应他 因为上帝并不欠他什么东西 然后告诉月博说 到最后告诉月博 月博必须要与神和好 换句话说 以立法还是坚持月博是犯罪 他需要做的就是回到神的面前 承认自己的罪孽 承认自己的过犯 这是以立法的那一种的表达 然后在这边我们看到第23章 月博的回应 他师父已经疲倦于 回应他朋友的这种的对话 我们看到第23章 月博其实表达心里面的一种的渴望 他渴望什么呢 在第三节那边他说什么 他说他渴望能够寻见上帝 他渴望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 能够向上帝清心吐一 他渴望能够从神那边得到解答 我相信月博也认同以立法 上帝不欠人什么 但是月博却渴望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跟上帝来好好的谈一谈 到底他现在的处境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第5节那边 第6节我们看到 月博对神充满信心 他说什么呢 他说来到上帝的面前 那是正直的人 看到吗 他强调他自己是正直的人 那是一个正直的人 与神对话 与神面对面的一个平台 在那边上帝不会用这一个的大能 这里的大能大概是指那种强势 上帝不会用强势来压制月博 第6节那边说什么呢 上帝不会这样子做 他必理会我 我们可以感受到月博的那种的心声 从他朋友的这种滔滔不绝 一个回合又一个回合的表达 到最后只是在说他月博犯罪 但是对月博来讲说 他真的可能他也监察了自己 他是一个公认的大好人 我相信这样子的人一定常常监察自己的心 记得吗 在前面的经文谈到他常常为孩子献祭 免得孩子不小心犯罪 如果他能够这样子的为孩子来献祭 难道他不会更常的去监察自己的内心 要看看自己的内心有没有犯罪 有没有得罪神吗 他一定会这样子做的 我们看见这是月博 因此他说他渴望来到上帝的面前 能够跟上帝对话 上帝能够给他解答 但是接下来他就讲什么呢 那他的困境是什么 他的困境除了是他面对苦难 他的困境现在是他找不到上帝 在第八节第九节那边他说什么呢 他往前走 上帝不在 他往后退 也看不到上帝 左边看不见神 右边也看不见神 月博渴望找到上帝 但是他的问题现在是他最大的问题 还不是苦难 最大的问题是上帝为什么沉默 上帝为什么不理睬他 上帝为什么不与他见面 不与他对话 这是月博苦思不得其解的那一个的情况 他渴望找到上帝 因此在经文当中 他就说第十节 他就说他只能够做一个的结论 那个结论是什么 就是上帝在思念他 他说上帝并不是故意不见他 上帝并不是没有察觉到他 第十节 他知道我所走的路 上帝既然暂时不向月博显现 对月博来说 上帝就是要试念他 上帝要磨念他 要考验他 好让他能够如纯正的精子那样的纯正 我们看到这是月博的信心 他监察了自己 他没有发现到自己有什么的失误 因此他只能够做一个结论 如果上帝是关怀他的神 那么上帝的一定是要去试念他 上帝不是怀恶意的神 我们看到这是月博对上帝的认识 月博对上帝的认识 其实比他的朋友 三位的朋友 对上帝的认识更为的全面 然后月博现在的那一个的情况是什么呢 我觉得在最后的两节能够呈现出来 第十六节他说什么 他说上帝使他上胆 全能者使他感到惊慌 然而 他说什么 他不会被黑暗所剪除 这些的苦难 这些的挑战 这些病痛 这些财务的损失 甚至丧失了家人 这好像黑暗一样 深刻的黑暗 深沉的黑暗 压制在月博的生命里头 但是月博却宣告 他的生命不会像黑暗里头 他不会被黑暗剪除 然而 他的光景是什么 在最后一节 他说 但是幽暗却遮盖了他的脸 幽暗 使到他心里面沮丧 使到他身体疲乏 使到他有点无力向前走 甚至在前面的篇章 他有一点表达说 他不如死了算 为什么上帝没有在 幽暗这里 我觉得他要呈现的是 比黑暗更浅的一种状态 他不会像黑暗低头 但是他的心 却被他的脸 包括属灵的状态 却是笼罩着一层厚厚的幽暗 他渴望寻见上帝 他渴望能够来到上帝的面前 把这一个的幽暗给驳开 他就能够看清楚前面的方向 前面的日子 前面的道路到底是怎么样 弟兄姐妹 我想这种的表达很有意思 你知道吗 很多时候 我们当中有一些充满信心的人 他们不会对黑暗低头 但是那种的幽暗的感觉 那种的浓罩着 不知前面的道路如何 不知未来 不知上帝在哪里的 这种的情况 有些时候却是深刻的压抑着人的心 我们需要上帝的话语 我们需要有同伴 关心我们的人 陪我们一起的带导 弟兄姐妹 我们不要太快 责备别人信心软弱 我们不要太快下定论 说某某人的信心不够坚强 他不是没有信心 他只是在幽暗当中被遮盖了 但是像岳伯这样 他的信心却是坚定的 他不会向黑暗低头 他不会向恶者低头 他不会像他的太太一样说 他去咒诅上帝 他拒绝上帝 圣经说他没有犯罪 他没有用口犯罪 他没有犯罪 我们看到这就是岳伯的信心 但是他现在是需要从神那边得到一种的力量跟肯定 让他的幽暗被驳开 好让他能够看见前面 看见未来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 为着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可能也在幽暗当中被遮盖的脸 他们不会向黑暗低头 他们不会向苦难低头 他们不会向恶者低头 但是他们需要上帝你给他们肯定 他们需要神你的安慰 他们需要神你对他们说话 求神你用你的话语 安慰这些在苦难当中的人 给他们力量 谢谢你 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